欢迎收听都市言情小说《独心术》 作者 清闲丫头 主播 雨生 第39章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一点了 外婆早就做好了饭 满屋都是浓浓的红烧排骨香 苏唐却静止把沈亿拽进了他的卧室 沈亿愣愣地看着苏唐把门关上 又愣愣地看着他从衣橱里拿出一套衣服来 衬衫都湿透了 把这个换上再吃饭 小心感冒 苏唐拿给他的是一套男款家居服 质地轻软 颜色肃静 和沈亿在他家里穿的那些差不多 沈亿微证了一下 眼底略过一片惊喜 一手接过衣服 一手拥过苏唐的肩 低头在他眉心亲吻 徐超到底也是客人 苏唐不好意思让他每回到家里来都跟着干活 转身准备出去帮忙收拾餐桌 刚走到门边 手还没碰到门把手 肩上就被沈亿拍了拍 苏唐回头看着这个抱着衣服追过来的人 怎么了 沈亿一手托着上衣衣柳 一手托着半翻过来的裤腰 一块地到苏唐面前 脸上满是哭笑不得 苏唐低头看了一眼 沈亿让他看的是衣服的尺码标签 上衣和裤子不是一个号 苏唐笑起来 没错 你穿上试试就知道了 保证没有任何不合适的地方 沈亿被苏唐的自信 甚至自豪 看得危症了一下 苏唐笑着抬手 在他宽阔的胸膛上轻戳 你是不是从没在国内给自己买过衣服啊 沈亿摇摇头 把手里的衣服轻折了一下 放到苏唐的床尾 拿出手机来打字 我做过服装行业的市场调查 国内服装的利润率太高 无论是买国产品牌 还是进口品牌 都不太合算 我会在独立纪念日前后 和圣诞节前后请几天假 回美国拜访以前的朋友 顺便才够 苏唐看了几秒 愣是没算出来 他到底是省没省到钱 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个一脸认真的人 你以后还是继续保持这种购物模式吧 苏唐把他从上到下扫了一眼 才望着他叹气 我本来以为像你这样身材的人 到哪儿都很好买衣服呢 结果到了商场才发现 各品牌的设计师都充分照顾到了广大普通亚洲消费者的感受 简单粗暴地剥夺了你们这些腿长过一般标准的人买套装的机会 苏唐说完 转身走到衣橱前 又从里面取出一套款式颜色一模一样的家居服 顺手抖开 把衣领和裤腰上的尺码标签送到沈亿眼前 正好节假日商场打折 价格很合适 买两套还给折上折 我就买了两套尺码不一样的 其他不太合身的地方我都帮你修过了 苏唐说着 把拿在右手上的上衣往左胳膊上一搭 朝天花板竖起三根手指头 我向织女发誓 合适程度绝对不会低于你那些高级定制西装 沈亿脸上戴着开心的惊讶 把苏唐看得很是满足 他才不会告诉他 他借外婆的那架老式缝纫机给他收拾衣服的时候 担任技术顾问的外婆 是怎么在一旁捂着嘴一个劲偷笑 把他笑得面红耳赤的 沈亿像是突然想到了些什么 笑容微微一声 低头打字 你是不是向赵阳要了我的体检报告 苏唐一愣 摇头 没有啊 在我还没有试穿之前 你怎么会知道哪里需要修改 苏唐笑出声来 抬手揉他的头顶 我是干什么的呀 十几二十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都是精确到毫米算的 你猜多高啊 苏唐说着往前贴近了些 勾着一脸坏笑 一只手不老实地摸上沈亿的胸口 放轻了声音 缓缓地说 经我多次实地勘测 误差可以控制在0.1毫米范围内 沈亿笑起来 也许是回想起了苏唐实地勘测的过程 脸颊上泛起一点诱人的红韵 眼里的笑意浓得像是没有被稀释过的热巧克力 把空气中浓郁的排骨香都称得稀薄了 苏唐心里一动 扶上他的脸颊 垫脚递上去一个很有热度的吻 苏唐在他眼前深深地笑 不管有多少人喜欢你 我都坚定地相信 自己一定是你最忠实 最狂热的粉丝 沈亿笑着点头 表示接受他自封这个头衔 在他肩上像感激 又像是致歉一样扶了扶 低头打字 我对数字非常敏感 但对于空间几何的敏感度很差 给你买那套衣服的时候 参考了外婆提供的意见 苏唐刚想说 就算他一辈子也弄不清他的罩杯尺寸 他的体贴程度 在他的心中也不会受到丝毫折损 就见沈亿又抿着笑意添了几句 我虽然不太清楚你身材的相关数据 但是我很喜欢你的身材 看起来让人觉得非常舒服 苏唐个子不高 身材偏瘦 偏薄 偶尔有女人羡慕他瘦 还从没有男人这样 直接了当地夸赞他的身材 苏唐得寸进尺地追问 怎么个舒服法 沈亿看了他片刻 似乎是仔细斟酌了一番 最后敲下来的回答很含蓄 含蓄得有点抽象 苏唐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没有大起大落 整体走势非常平稳 适合长期持有 整个午饭过程中 苏唐一直在执着地跟沈亿抢肉吃 沈亿靠外婆的好心救济 才勉强吃到两块排骨 吃完饭 徐超陪外婆捞到他农村老家里的事 苏唐到厨房洗碗 沈亿凑过来要帮忙 苏唐不搭理他 沈亿就挨在他旁边看着 沈亿在他眼皮子底下 偷吃了一块剩在汤盆里的排骨 苏唐暗自好笑 还是不打理他 苏唐把厨房收拾好 去了一趟洗手间 出来的时候 沈亿副手站在洗手间门口 笑得人畜无害 苏唐努力板住脸 依然不搭理他 苏唐回卧室 沈亿又跟了过来 苏唐不理他 也不拦他 直到苏唐从床头柜里 翻出一板胶囊来 沈亿才终于忍不住 以暴力终止了这场 没有一丁点冷战气氛的冷战 沈亿在苏唐正要掰出 一颗胶囊的时候 伸手把整板胶囊夺了过去 诶 苏唐好气又好笑 板着脸朝他伸手 别闹 给我 沈亿扫了一眼 印在包装壳反面的药名 眉头一下子皱得紧紧的 满目担心地看着他 也不把药放下 就急忙用简短的手语问他 哪里疼 苏唐含糊地答 没有 别闹了 快给我 沈亿急了 拿出手机单手打字 速度飞快 言辞懇切 布洛芬是神经性药物 由于止痛 不可以超过五天 到底哪里不舒服 去医院看过吗 苏唐哭笑不得地看了看 被他抓在另一只手里的纳板 已经空了三分之二的 布洛芬缓式胶囊 抬手轻抚他紧张得 有些绷紧的手臂 你别着急 我真没病 沈亿满脸都是清晰的不信 担心的脸色都发白了 苏唐默叹了一声 犹豫了一下 不太好意思的笑笑 把声音压得小小的 我来立架了 沈亿一愣 恍然反应过来 痛经吗 苏唐看他并不介意 和他讨论这样的女性问题 而且还像是略知一二的样子 心里微松 无奈地点头 这会儿刚来 还没什么感觉 要是现在不吃上一颗的话 估计 等不到你走 我就得躺到床上打滚去了 沈亿明显比刚才安心了许多 却还是紧皱着眉头 在眉心处 凝着满满当当的担心 外婆知道 你吃这种药止疼吗 苏唐苦笑着轻轻摇头 走去卧室门口 把沈亿进来时 虚眼上的门 小心地关上 回到沈亿身边 放清了声音 为自己申辩 我也知道吃这个不好 但是 这个是见效最快 最明显的 平时赶到上班的时候 也不会耽误事 我也不会多吃 就每次立假的第一天 和第二天吃 每天也就吃一颗 没事的 沈亿是个常年带病工作的人 这种事 也许会被外婆说是胡闹 但她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沈亿果然犹豫了一下 大半的担心 化成了柔软的疼心 在手机上 不那么着急地打下一行字 你今天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吗 苏唐愣了一下 摇摇头 今天就不要吃了 可以吗 落在手机上的是一句 带着烧量语句的建议 沈亿没眼间的神情 却像足了在求她什么 苏唐受不了被她这样看着 却还是苦笑着摇摇头 我以前没有这种毛病 上了大学之后才有的 我一直没告诉我外婆 你放心 一个月就这么两刻 没问题的 沈亿不为所动 低头在手机上添了几句 抬起头来时 眉眼间的请求 几乎变成了乞求 我今天留下来陪你 如果外婆要责怪你 我会帮你一起向她解释 如果外婆很担心 我会替你安慰她 可以吗 苏唐败下阵来 一头扎进沈亿怀里 真该盼你恶心犯规 这句话苏唐是埋在沈亿怀里说的 沈亿浑然不觉 只是轻柔地俯着她的头发 好像是一遍一遍地在对她说 我在这儿 不要害怕 苏唐也不知道沈亿跟外婆说了什么 反正外婆是很高兴地让她留下了 徐超走后不久 苏唐的肚子就开闹了 外婆看她突然一个人一声不吭地回卧室 好一阵子没出来 就在客厅里叫了她几声 苏唐没应 外婆过去看了一眼 正见苏唐全在床上嘀嘀地哼紧 外婆吓了一跳 哟 这是怎么了 不等苏唐腾出力气开枪 沈亿就用手语对外婆说了些什么 外婆当时好气又好笑地瞪她一眼 你这孩子 自己的日子自己还不惦记着 光顾着嘴馋 我给你煮点红糖浆水去 喝了区区寒气 看看能不能好一点 外婆一走 沈亿也跟着出去了 没两分钟就反了回来 手里拿着一个刚灌好的热水袋 走过来半跪到床边 用几个亲吻安抚了她片刻 然后半扶半抱着让苏唐平躺下来 用温柔的力量 把她捂在肚子上的手拨开 把热水袋隔一敷在她的小腹上 然后伸手 在她腰壁上安抚 让她因为疼痛而绷紧的身子 一点点放松下来 疼痛在热肤下稍有缓和 苏唐腾出一点力气 有点委屈地看着半跪在床边的人 你跟我外婆说了什么 我怎么就嘴馋了呀 沈亿浅浅地笑了一下 拿过手机 单手打了一行字 送到她的眼前 我对外婆说 你昨天在我家里 吃了很多螃蟹 苏唐愣了一下 突然反应过来 螃蟹性寒凉 不止是不适合她这样的胃病病人吃 姑娘家在这种时候 也该适当忌口 苏唐哭笑不得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啊 沈亿伸手 撩了撩她额前微乱的头发 低头打字 把手机屏幕送到她眼前时 温柔的微笑里 带着满满的疼惜 以前只是为了照顾好我妈妈 以后 也为了照顾好你